文昌講古經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4月16星期三 一至四都有我們的節目 巴黎奧運今年會在7月26日到8月11日舉行 特區政府最近都避受杜拜王子這個醜聞的影響 但是昨天也就巴黎奧運有消息來衝起 就是宣布特區政府又買了奧運和殘奧的電視播影權 今次都是連續兩屆 特區政府給錢買奧運播影權 亦都會變相給四個免費電視台 即是無線 看見ViuTV、開TV和香港電台轉播 但是特區政府沒有公布究竟花了多少錢 只是說花的錢少於上屆東京奧運會 以及過去商業機構的競投金額 特首李家超說 購買播影權費用合理和物有所值 但是因為合約有保密條款 所以不能夠披露金額 前任特首林鄭月娥在21年公布 特區政府首次出資買了東京奧運的電視轉播權 當時亦沒有披露費用 亦都說是比前兩屆便宜 2016年根據信報翻查資料 李若熱鬧奧運會 巴西當屆無線1.5億買了播影權 2012年倫敦奧運有線電視便宜1.2億買了 算是高車大家是高車那臉1��明顯 如果2021年是比2019年奧運便宜 即是好者�로 喔ntd 而今次又說是便宜過上一次 也肯定爲点 AM い Pues 但實際它是利用多少錢 是不斷取得到的 上屆東歐有五個電視台出入 包括免費電視台無線ViuTV和開 TV 以及收費的NOW TV和有線電視 有線上年6月已經停播 今次由港台取代了NOW TV 即是再沒有收費電視會播放奧運 主要維持免費電視台轉播 香港的幾大電視台當然歡迎 電視廣播行政主席許濤說 會全力投入必要的人力和製作資源 ViuTV也說 感謝政府取得二四年巴黎國運會的轉播權 ViuTV說 會在免費電視、串流頻道和社交媒體 會為香港觀眾帶來觀賞體驗 讓他們可以全程投入支持國家和香港運動員 有線電視也說 這個可以令到全港市民都會全程投入 去看國際體壇城市 推動香港的運動文化 連續兩屆 使用公帑買奧運的轉播權 奧運是全球目的舉世關注的運動城市 除了世界杯之外 世界杯從來不需要政府出錢買 因為它擁有極高的商業價值 奧運方面 上屆是因為疫情 電視台買了東京奧運回來 其實很害怕當時商界有沒有限錢 或者信心去投放廣告 所以當時很多電視台都沒有積極競投 這也是為何特區政府上年 需要出手的一個很關鍵理由 當時特區政府林鄭月娥 前特首就聲稱是一個特殊和一次性的措施 但是現在巴黎奧運這次又是第二次了 雖然政府又是作了特別考慮 李家超強調 沒有以改變收入機構競投運動會轉播權的模式 這次是作特別安排的 公佈日期 東京奧運在開幕前兩個多月公佈 巴黎奧運在開幕前三個多月公佈 所以即是今次買轉播權和預先公佈的時間 似乎比之前為早 香港同意也提到 因為2021年 當年奧運都比較特殊 在疫情之下 而且東京舉行的賽事都是閉門上演 上去現場看也不可能 所以政府和相關機構都開了十次以上的會議 打破慣例買入播影權 所以上一次就因為真的第一次做 亦都要協調 所以遲一點都可以理解 基於上次的經驗 今次就早點買 早點解決 因為上一屆怎樣做 你只要跟隨 而今次 據香港01的說法就是 因為香港經濟都仍然未恢復 而且政府在上屆先例之下 還未聽到電視台去買巴黎奧運播影權的消息 政府說目前市場不足以支撐電視台作出大量的投資 亦都基於上次東京奧運帶來的社會價值 所以再一次買入播影權 今次香港電台都會參與這個播放的 上次東京奧運行政將官林鄭月娥就說 如果要製作奧運節目 需要投資硬件製作費用 所以涉及費用高的 港台就沒有辦法負擔 亦都會導致資源重疊 但今次就不知為何又可以了 是吧 因為香港電台本來就是公帑營運的 一盤本來就是公帑營運的 現在就去播放其他免費電視台 在商業考量之下投入的這個免費直播 似乎又是有一些奇怪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今次 特區政府又再一次買入奧運的轉播權 會不會形成一個慣例呢 雖然又說特殊一次性 但是現在看下去 因為香港的電視台 一直都相信特區政府似乎會出手 所以根本就沒有人去競投 所以最後特區政府都要再一次再作奉斧 新兼體育學院副主席的立法會議員鄭永迅說 香港和巴黎有六個小時時差 希望電視台盡量直播 和重播所有香港運動員出賽的項目 亦都建議政府在西九文化區和維園 擺大屏幕供市民去看 新兼港協企奧委會副會長的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和出版界議員 霍啟光就說 樂見再度出手 認為是一個體育產業法 還要一環 乒乓球是今屆奧運港隊的增標強項 所以是奧運的運動建議知道 如果市民在這裏看的話 這個乒乓港隊教練李靖都覺得 運動員的信心會更加強 信報都提及了 因為巴黎慢香港六個小時 根據過往奧運安排 部份的重頭賽事或決賽 會在巴黎的傍晚時間舉行 而巴黎下午六點也即是香港凌晨零點 亦都是香港酒吧最旺場的時間 香港酒吧協會主席前進永說 市民可能會在家裡看直播 但是怕吵到家人的話 亦都會考慮看外面的直播 所以 業界可能會搞些奧運餐 包些酒和食物 大家都開心 也有茶餐廳東主預計 免費電視台直播奧運會增加宵夜時段的生意 不過旺角酒樓的負責人就說 因為香港晚飯時間是巴黎中午 所以對估計 晚市的幫助不會太大 過去商場也有直播奧運增加人流 信和就說 奧凱城和屯門市廣場都裝置了巨型電視 預期新官之後 第一個奧運都會吸引市民參與 可以令到商場增加兩成人流 和兩成半的生意 非常之關鍵一 因為上屆政府已經買過 電視播映權 所以結果電視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加上奧運的吸金能力對比 世界盃當然沒有得比 和一些足球的專項賽事 歐聯諸如此類也沒有得比 英超等 全部都有極高的商業價值 亦都會吸引到很多人去訂閱他們的頻道 所以這些賽事 即使是連連加轉播權的費用 甚至是季一季 他們都會去買 但是奧運方面 你看到幾屆的奧運 香港買入的價格 似乎都是有跌沒有升 這裏都體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本身奧運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亦都是很多人關注的焦點 但是整體的商業價值 和專項 足球、網球等等來比較 似乎是略勝一籌 亦都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之下 香港電視台就沒有什麼興趣 政府開了個頭 就變相大家都做freerider 順風車 只安排一下一些轉播的儀器 直播的一些評述 那就搞定了 省水省力很多 不用花數以千萬計 去買一個這樣 其實兩個月都沒有的運動體育賽事 因為那個時段亦都非常緊迫 對嗎 所以這條數是很難為的 這個一 即是說 東京奧運是疫情的 確實可以說廣告商會有很大的猶疑 但理論上現在香港又自入興 是嗎 二次回歸 現在都說香港未復甦 所以要出手 這一點真是令人失望了 當然跟東京奧運不同的地方 因為東京是亞洲時區的 所以絕對他們的比賽時間 亦都在香港 都是能夠 不需要熬夜 可以看到賽事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 很多人要上班 今屆就變了深宵 凌晨開始 這件事亦都是尷尬的 當然啦 人家英超那些又是深宵 又是影響不到生業價值 所以 當然啦 那個轉播時間 你可以覺得有些考量 但是最主要 似乎是那個價值 就不足以去吸納一個月的那個 訂戶 好了 接著最重要一點 其實在政府 考慮去買這個轉播權的時候 ViuTV都覺得很清楚 是讓他們全程投入支持 國家和香港運動員 那麼 香港運動員雖然就是 現在政府的一些主要說法 但是實際上 奧運現在呢 經常在張牌榜前列是中國 那麼 過去呢 香港回歸以來 最高對於國家認同點呢 就是在北京奧運當年 亦都是因為 見到很多北京的建議 在這個 中國的土地上面 威風嶺嶺 而當時香港人 亦都是非常支持國家隊的 如果遙上 2008年 當年 所以 買入 這個奧運的轉播權 能夠全民欣賞 國家隊 香港當然 是附帶的 似乎 都是現屆政府的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的考慮 是嗎 我要強調這個政府的考慮 民眾今時今日 是不是好像2008年一樣 一樣地追捧中國國家隊呢 這個就需要民意調查機構 去做一下比對和研究 但是這個呢 我相信 亦都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國民教育 或者 學李家超說 一種 提升社會喜悅團結和運動員成就的一個方式 所以 最後都是 給了錢 所以 香港市民 就應該好好 接下來 七月到八月的時候 七月底到八月中的時候 好好去看看奧運 因為這個是每一個納稅人都有份 就支付的 更何況 亦都是很多運動建議 九後之後的一次的盡情表現 所以 大家千萬不要吃虧 不過我們期望一些政治爭拗 就不要影響香港運動建議 參與巴黎奧運的心情 和發揮 上一次或者近期 多不少大家都聽到 咦 即是那些什麼國歌 這些什麼事件 都有 多不少有些影響的 希望 今次的奧運會 能夠順利 香港的運動建議 都能夠有所表現 好了 我們文昌港古經 都會繼續和大家關注 事態的發展 文昌港古經 主持 文昌